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时候忘了 有时候想起来继续调整 有时候懒一下就又让自己散了 放纵一下自己 始终要独立地生活 不要把你的心跟眼睛盯在老公跟儿子身上 盯在自己这儿 让自己生活得更好 你要盯在别人身上 那你就不可操控 你怎么能控制了老公跟儿子呢 他们是个动的东西 你只要 你可以关心他们 剩下的OK了 与你没关系 他需要你关心你不需要拉困 我也知道这是我的目标 是不是还有很 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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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收回来的不太多 把我继续说 也不是说收 就是移动一下你的眼睛嘛 视角嘛 你知道关心自己要关心自己什么 除了吃了拉扎睡以外 除了自己开心不开心以外 不断地完善自己 就是瞧着 因为我们是一个 他不断地认知 不断地变更的一个过程 就是说 头脑是不断地想的 乱想的 他会要不断地要有个支点的 因为他里边是空的嘛 因为人是他是变 无常的变化的 他里边没有自我 所以他不断地要有个一支点嘛 你今天能从这件事 找个支点 能靠着觉得活得 有见识着他就执着嘛 执着是因为要支点嘛 你有一些不管爱恨 你就觉得你活着 如果啥也没有 你觉得很无聊 知道吧 中间这一段也很无聊 但这是三个支点嘛 所以你要是在没有开悟之前 没有找到真正的那个自我之前 那这种支点是需要的 只是你把什么作为支点 比如有的人我去打学 我都锻炼生气 我去学一样东西 他做了支点 如果你一个支点找不到的话 但只有爱的支点是最快乐的 剩下的支点都会没有枯燥无味嘛 没有爱 除非你有兴趣 比如有的搞科学 有的琴琴说话 他特乐趣 否则也会没有意义 但这个世界的支点你是靠不住的 除非你一个人能完成 比如你去学习一样东西 不断地完善自己 因为这个你一个人就搞定了 对 有些支点是需要两个人 三个人配合你的 那个不在你操控范围 你一个人能做的 就这个支点是比较靠得住的 那么去玩上学习东西啊 或者其实 但是这也没意义 因为你感受不到快乐 这些支点带归你快乐 除非里边你情做了爱给若情 所以为什么有些人不情地谈恋爱呢 就是这个原因 他找不到支点空虚 因为恋爱的这个支点 是对人的头脑最快乐的 他能兴奋 然后里边有自己帮我的激情一些东西 他能刺激他 剩下的支点都有点枯燥无聊 就还有一种就是彻底解脱 修正 修正然后呢 修正从不动开始 心如如不动 身心不动开始 身心不动 需要一段时间以后 你才能体验到快乐 如果你没有一段时间 你还是觉得没有意义 因为动的时间太多 半个小时也能有些收获 在做一些前家型功课的时候 我就有什么体会呢 有时候觉得自己充满了动力 因为知道自己要在修行路上往前走 可是做了一段时间 因为没有那么快见效嘛 人就会觉得 修正之路 到最后其实说白了 就是一个除妄想的过程 其实整个成道的过程 因为你本来就是嘛 但为什么你现在不是呢 就是一大堆妄想 妄念妄想 如果妄念妄想停下来的 你修正就差不多了 就是整个其实你 不管你做任何去 其实就是突破妄想的过程 因为到最后 包括你自我三件六到四破 全是妄想导致的 全是你的杂念的妄想 就是妄想 其实幻境 为什么它叫幻境 是因为你的妄想出现的 但这个停不下来 你的修正 其实你要是妄想出不进的话 你的修正始终还在 在化成嘛 就是不管是阿罗汉 菩萨都在化成 没成道 妄想 如果你觉得你乱想 很多执着乱想的话 那就没成道嘛 这就是只不过是妄想 妄想少的时候清静一点 妄想多的时候烦躁一点 因为一个看似好的妄想 代替了原来的妄想 OK 包括修行也是 用成道的妄想 代替了你 用所吃和拉扎碎的妄想 你只是觉得那个更有意义 就像不管你修 怎么修 修 你就是修是 一念专注在每个地方的时候 身体有些不通的地方 就开始通畅了 只要你很专注在一地 它通 就算你能 凡是你感觉不舒服的地方 都是不通的 它才由一开始打通的过程 你念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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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幼儿郭听 所以你一念在哪 哪里就开始 就感觉不舒服了 很正常 没关系 正常只要你放松就行 最佳的放松 就是没有太多的 没事情 在头脑里边 没想法 没事情 这是最好的放松 你念也不念 最重要是当下没事 当下安心 就是每一个当下 就是说 不要 就是老师 大家就像 目前这一刻 你坐在这儿 就是没事 那就OK了 这就是修行 这也是修行的意思 大家说 不是说 真是很 也也 就是说最起码 这一刻 你在做这儿当下 你这个时候 是不是头脑里边 没有事情 你急什么 是吧 不能说坐在这儿了 喝茶的时候 你想着 我要打坐去 我要修行去 你已经坐在这儿了 你就把这一刻 当成修行 就是安心没事 这就是修行的一个 最起码你坐坐地上 不是也要瞧到这个程度吗 一辈子麻来麻去 这一刻没事又怎么样 又误不了你 精进也不是 这也是精进 精进是在每一个状态下 让自己心静下 每一个状态 不是说我一定要 一定要坐在坐地上 才算精进 一下坐地就不精进了 在很多人里边 也是也要修行 就对着很多人 你的心能不能 清下来 然后头脑里边 没有什么事 不是说你不关注这些 你什么要关注 但你头脑里边 永远没事 当下的感觉 也会有点 如果他应该 由于里面 你不要 你认识 那里边 你 也有点 给 可以 很 第三 我们 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